因為我覺得獨立檢討是沒有法定的能力去追究他們 我們現在警暴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證據可以看到 所以其實直接就應該要直接去裁判他們 而不需要再給他們玩語言藝術去做檢討、調查 但是香港有官司法庭嗎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做到這件事 可能是國際的官司法庭 或者之後怎樣透過立法去有官司法庭也好 但是我覺得是應該要這樣去令到他們負上刑事的責任 而不是就這樣說給政府去交個報告 接著洗走香港人就算了 之前李宜珍教授都要提倡上海牙法庭去 那你自己怎樣看這個方法呢 這個可以嘗試的 就是需要其他國際的其他國家一起去做這件事 因為單靠香港的能力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他們很難去單靠自己的能力做到這件事 所以要看下會不會其他國家可以幫忙去做到這件事 那香港都已經爭取到國際的關注 美國已經通過了香港國際人權法 你覺得現在國際的關注是否還未足夠呢 其實都很多的 但是我們要繼續去爭取看看他們有些甚麼 就是繼續的action 因為單單他們的關注不夠 可能不同的國家都要 類似好像美國那樣去立法去保障香港 我覺得這樣對香港會好些 那據姓 怎樣辛苦呢 姓張的 張先生好 多謝你 你是誰 大紀元